NCC在這個前天 對於中天的新聞重罰 現在又針對政論節目 來涵要求我們新聞聲紅 針對這一個9月份 去年9月份的這個關西機場事件 相關的節目內容 要做盜會陳述意見 就是說要去說明 當時為什麼 對於關西機場事件的評論 有包括中國大陸派了 巴士進關西機場去這一個 帶民眾出來的相關新聞 他所引用的節目是在第一天 當新聞有這樣子報導的時候 節目當中所做的評論 他認為說這代表說 我們有違反相關的新聞 沒有查證真實的相關的議題 這是去年9月份的新聞 而且其實我們已經 做過書面意見的陳述了 在開罰中天新聞之後 他再度來函 要求你要盜會親自 陳述相關的意見 等於說這件事情 他還要再審一次 是因為已經罰了中天新聞 有這樣子的一個潛力 第一手 接下來要繼續罰 這段節目 他們一直針對我 但是我也沒辦法 我也只好去 去再度的來說明 我覺得他們已經有用相當的一段時間 不管各樣的媒體 特別是綠營的媒體 他們也有透過PTT 那麼製造一個假的東西 那麼要一直往我身上去抹黑 往我身上潑糞 我都不會去回應 就是因為我知道他們講的都不是事實 他們也透過一個所謂的網友 那麼一鄉民然後來去對我 然後接著再透過電視 去轉載那個鄉民 然後連續供我 供了一兩個禮拜 然後要一直要 然後甚至連處長的過事 都要灌在我身上來 我都不回應 就是我覺得他們用的這個手段 不乾淨 不正派 你要我去回應一個不乾淨 不正派 不是事實的 我也覺得很為難 重點在於說 這個新聞在大陸那邊出來的新聞 他們說一個有趣的事情是 說當時有台灣的旅客 那麼想要上去 然後他們就說 那麼如果你覺得你是中國人 當然也歡迎 但是那個不是 大陸的官方的人說的話 因為整個引述裡面 沒有說大陸人官方說的話 但是在9月6號的9點54分 三立 我再強調9月6號的9點54分 三立的一個新聞 它的標題是這樣寫 風災還吃 風災來了 還吃台灣人夠夠 大使館逼得等於是要 自認中國人才可以上車 就是這個新聞 對 就是逼著我們 但是他們沒有這麼說 所以真正的假新聞是這一段 也就是說當天會引爆成為 這個事情本來我們只是說 我們積極的把我們的人解決出來 就好了 我們也沒有指責政府 我們也沒有製造假新聞 都沒有 但是這一段話確實是假新聞 因為沒有發生這件事 那麼三立這樣把它登出來了以後 自由也有 然後後來蘋果他自己也認錯了 說沒有這回事 因為我們中國時報 馬上就去聯絡當地紓困的旅客 紓困說沒有 我們坐上去以後 他們也沒有要我們承認 我們是中國人 說我們要反台獨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都沒有 但是當時就鋪天蓋地的就 所以真正的假新聞是這段 你不是DDP的CC 你拿的薪水是我們人民的血和錢 那應該發給三立才剛才發給你們 我不知道三立有沒有收到 是不是搞不好每一台都收到 主持人你們是不是要拍一個 有新聞專業素養的人去開會 這一次可能要精挑細選一下 我看那一天也在節目現場 他所揭露說這一集的節目 有違反這些法律 他還調出了1 2 3 4 5 這五條法律 這五條法律大概都是說 這個製播沒有尊重多元文化 沒有尊重人性尊嚴 沒有善盡社會責任 然後說這一個有損 對於聽眾權益有損害之餘者 這都是很抽象的定義 他用這個很抽象的定義說 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違反了這些廣電上面的相關 衛星廣播電視法相關的法條 他剛才我念的法律 大概就是這些 什麼損害視聽人的權益 那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定義 其實這件事情 從去年9月發案到現在 像我跟賴老師常被很多的網友點名 事實上我們也是被霸凌的對象 為什麼 因為剛剛已經講出來了 為什麼剛剛賴老師在講 我就可以立刻出這個圖 因為這個圖在當時 我都已經在我的臉書 以及在節目上 以及在很多 連日本的NHK 都是看到了我的PO文 跑到台灣來採訪我 這件事情的過程是如何 觀眾朋友 剛剛賴老師講的 我在做個濃縮板 很快跟大家講 9月6號的早上的時候 其實不只有三例 當時蘋果日報 以及相關的網路媒體 都已經出了一個新聞 就是 大陸吃人夠夠 當然這個可能是三例的角度 你要講我是中國人 所以我明明已經受災了 在機場出不去 然後我要上車之前 我還要先做統獨醫師的表態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才可以上車 所以這條新聞在這裡 非常明確的 9月6號的早上9點54分 有沒有 風災還吃人夠夠 下標也是你下的 這下標不是我跟賴老師下的 中國的大使館說 自認中國人就可以上車 他這是個肯定句 連個問號都沒有 時間就是早上9點54分 這個新聞出來以後 它變成是一個報導 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是我或者賴老師 在節目裡面講說 來 觀眾朋友 我要爆料 媒體你都查不到 有一個內幕中的內幕 誰誰誰講了什麼什麼話 新聞的source就是我 那就是我要對這個事情負責 但是當天在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所有的媒體 都已經報導這個事情了 我也打電話給我認識的日本記者 他姓蔡 就是非常資深的我的好朋友 他在日本當台灣的駐派的制者 到底有沒有 他說關係機場那邊那個說法是 車子進不去 跟媒體都報導這個對不對 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新聞深喉嚨 主持人也是秀琳姐 我們那個時候 都是2點20分左右才開始錄的 所以這個錄影其實是 已經在這個新聞的基礎 已經建立之下 過了好幾個小時才開始錄影 你說做了這個事情以後 第二天發現不適合怎麼辦 馬上給大家看圖 這是9月6號我們的評論對不對 9月7號的時候 我在講這件事情 就已經告訴大家了 車是到全左野 而且節目單位也已經直接做圖了 車不是到關心機場 所以一天之後就已經做了澄清了 這個時候是9月7號 並不是發生訴訟 9月14號 15號那個時候 不幸事件的時候 所以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沒有人硬拗或是栽贈給誰 然後到了9月9號的時候 還有相關的這些報導在講說 不要再罵謝長廷 因為謝長廷根本就是背黑鍋 因為誰來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寫 就是各個辦事處的處長 都是外交部任命 並不是駐外的大使 所以就算謝長廷想管也管不動 誰來做都是背黑鍋 這個是9月9號 也是在不幸事件之前 所以整個脈絡非常清楚 9月6號開始有這樣的新聞報導 所以節目做了評論 我也再講一次 昨天的所謂的巨龍宏光 跟鳳凰展翅 也都是非常多的媒體 都有同時觸及的類似那樣子 因為網路上有人討論 但是現在看起來就是 有些人會被針對 有些人不會 評論員也是一樣 因為當時在評論 中國人憑什麼說 我要講中文才能上車 也是各家節目都有談 可是之後就講說 車根本沒進去 賴月千做假新聞 我們怎麼做新聞 我們是評論員 我們並不是報導的人 報導的東西在這裡 大家再看一次 所以已經被報導的新聞 我們去評論 就像我們在報導說 現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美國 非洲 或者是哪個地方出現了個大事 我們到處了 下石頭前 我們到處看 我們到處看 你們到處看 我們到處看 這幾個小字 我們到處看 我們到處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